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环球音乐梦想 我是Sara 我是Lily 你看 其实你们发现 就是时间过得特别的快 五月份都已经过去了 最近六月了 很双子座的月份 对 你的生日快到了吧 其实应该已经过了 因为我是6月2号的生日 不过说真的 其实你觉得你喜欢夏天吗 最喜欢的season 为什么你最喜欢夏天 因为夏天是恋爱的季节 开玩笑 我以为春天是 因为夏天才是恋爱的季节 春天是长个子的季节 是这样子吗 对 我是觉得一到春天 我妈妈就会在我耳边叨 多吃胡萝卜长个子 然后夏天 于我而言是summer vacation 其实以前我特别的盼望夏天 主要只有几个原因 说一下 就是夏天可以穿各种彩色的裙子 就是也不会那么累 冬天的时候就想说 这样配搭那样配搭 现在你就可以穿一条裙子就穿了 你看我们今天不由儿童都穿很高手 真的好彩 真的好彩 真的好开心 女生每次都是进那些店的时候 只要看到衣服不一定要特别好看 所以每次就是 他们很多都会说 Forever 21特别的low 但是有时候觉得说 进去一看 他们颜色取胜 真的 那么多颜色 虽然你进一看就这样 但是至少第一眼 她是取胜的 对而且我们女生嘛 夏天的时候衣服 其实不要求穿的多么高档 舒服 然后有一种随风飘扬的感觉 就OK了 就是像仙女一样 她那种帽 对 不过第二点 我们特别的喜欢夏天 肯定也跟你之前说的一样 就是location time 对 就是以前上学的时候 最盼望的当然就是暑假了 两个月要怎么挥霍啊 真的 就是想到觉得好开心 是 不过现在我开始工作了 就是夏天对我来讲 就没有任何意义 可以跟老板要求一下放暑假 我觉得老板会直接跟我讲说 好 你现在可以回家 好fire 对以后都不要过来了 不过说真的 说到就是夏天的话 其实觉得 你说 可能是因为全球气温变暖的原因 我觉得 其实LA的夏天没有以前能熟 是哦 对 我就只待了三年 sorry 两年 然后我记得是第一年来的时候是一三年嘛 一三年是真的很热 我刚来的时候是那两天 全夏天气温最高的几天 然后当时我朋友带我去买车 我还记得在烈日下看的那些车 我当时眼睛都是爆尽心的 有暈的那种 对对对 不过说真的你是住哪里 你会觉得热 我是住在Studio City 在那个Hollywood旁边 那你还觉得热 很热 很热 Oh my god 那住在就是东边的人 整个就是会崩溃你知道 因为以前的时候 我是住在海边 住在Torrent 就觉得还好 你觉得夏天的时候 有海风吹 有海风吹 那现在搬到东边这里来 就完全就是 就是有那个 San Gabriel Valley 有那个山给挡住 这个热气就是整个 每天不停地在循环 然后最夸张的是 我家里面住的房子的时候 因为房子很旧很老 然后就会导致一个什么情况 房子都不再保温 然后我在夏天的时候 想开空调 然后空调一个月 花了我三百度 所以就是你空调风 其实不是给自己开的 是给我们开的 我们可以去你房子旁边乘凉 可是关键是 我开了以后房间也没有 我觉得特别的见效 就还是太热了 那个设计师是谁啊 这个房子设计师 真的很不科学 可是我觉得房子也挺老的 那设计师应该也已经不在了吧 Oh my god 所以也没办法跟他再计较了 对不对 那我什么都没有说 真的不能跟大家开玩笑了 那今天呢 我们送上的第一首 跟夏天有关系的歌呢 是什么呢 真的就是被风吹过的夏天 跟金莎 一起唱的 一起来听一下吧 还记得昨天 那个夏天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似乎最烦一切 只剩寂寞更沉淀 如今风依旧在吹 秋天的雨跟随 心中的热却不退 仿佛继续闭着双眼 熟悉的脸 又会浮现在眼前 蓝色的思念 突然也变成了烟 光的夏天 空气中的温暖 不会很遥远 Oh 冬天 也仿佛不再流淋淋 算了思念 回首对我说一声 四季不变 不过一季的世界 又摧毁到从前 那个 被风吹过的夏天 还记得昨天 那个夏天 微风吹过的一瞬间 似乎吹翻一切 只剩寂寞更沉淀 风依旧在吹 秋天的雨跟随 心中的热却不退 仿佛继续闭着双眼 熟悉的脸 夏天的风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味道 夏天的风 因为我是青岁 因为我是青岛人嘛 海风啊 咸咸的啊 带点海鲜的味道 当然我还很喜欢一种夏天的味道 是在山里面 然后刚下完一场雨 那种润润的 然后青草的味道 有没有很熟悉 有 但是因为我是南京 所以夏天的风 对我们来讲 就真的没有任何的帮助 火球 真的就像火球 就是不停的有热浪在过来的感觉 理解理解 真的是蛮痛苦的 不过夏天我觉得真的还蛮injol的一件事情 就是乘凉的时候可以吃冰淇淋 对 然后吃西瓜 而且用西瓜 用那个勺子去吃 就脑子不愿意吃那种一片一片 我都觉得要吃饭 都没有感觉啊 对 真的 然后一边看电影 一边吹着风扇 一边吃西瓜 然后坐在凉旗上 哇 好想回台湾 真的 我觉得在这里就很难有这种感觉 或者说我在这样抱着西瓜吃的时候 然后那种感觉也不对了 我觉得可能那是因为我们对童年 或者对家人的那种记忆 或者对家乡的那种记忆 对 因为我们现在刚好是一个 从孩童心理 蛻变到成人心理的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可能对于我们来说 这有点晚了 别人可能早过度了 然后就是会 经常会想回到 哎小时候我也在做同一件事 但感觉是不一样的啊 那个时候多美好 不过每个时候有每个时候的美好 真的 嗯 不过现在想一下 觉得每次谈到这些都觉得 哎呀好想家哦 对 就是你小的时候会不会觉得 其实我小时候觉得 最舒服的风 来自哪里 就是来自我奶奶 就是因为以前 奶奶会睡觉 跟山风 那个扑扇的时候 对 扑那些山风 哇好舒服 真的 纯天然的那种 那是我管了 哈哈哈 真的 真的 一想到觉得 哎呀好想回家 对 是不是 刚才我们说到说 夏天的风 那其实是不是 温蓝有一首就是 对 名的歌叫夏天的风 你有听过吗 有听过你刚才一提到夏天的风 我耳朵里面就有那个 已经有那个旋律在来回转 所以让我们来先听一下温蓝的这首夏天的风 夏天的风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看这首歌 我们再来说と 好的 閉上的雙眼 不想像人意改變 窗軍兩棵一起散著 我在夜夜輕輕貼著你胸口 很小心跳我 在乎我用天氣紅氧溫度 夏天的風 我永遠記得 清清楚楚的說你愛我 我看見你哭哭的笑容也有 腼腆的時候 夏天的風 就暖暖吹過 穿過頭髮 穿過耳朵 你和我的夏天 風起一起說著 妳一換個好嗎 我永遠來的海風 穿過耳朵 一換個好嗎 我永遠來的海風 穿過耳朵 我永遠來的海風 穿過耳朵 我永遠來的海風 穿過耳朵 为什么没我家 那么你也有提到说 你特别的喜欢《温蓝》的这一首夏天的风鲤之鱼 我一说到这几个词你就 崩一下就想到 那个旋律 对 那你为什么会对这首歌影响那么深呢 哇 因为这首歌带给我的是 我最 就是最珍贵的一些回忆在大学里 大学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 在大学的时候在女生宿舍 我们是四个人一间寝室 然后每个人睡在上铺 下面是书桌 然后我们寝室的关系非常融洽 以至于现在我过生日 我室友还从中国过来给我过生日 就是关系好到这样 然后寝室一到晚上熄灯之后干什么呢 大家肯定要夜聊嘛 八卦对不对 八卦时间开始 那四个女生躺到床上的时候 你干聊又觉得很闷 就会有一个人去放歌 然后我就是负责做DJ的 然后那段时间我就会去放 温蓝的那首《夏天的风》 然后现在再听到那首歌 好像当时的情景就突然间又回来了 对 看我多研究 是这样子的 非常的 非常的去 去让人去珍惜那个时候的感情友谊 因为当你踏出大学上门的时候 有一些东西就不是那种 就已经回过来了 对 真的我好朋友以前跟我讲过 因为他很爱听音乐 可是我以前没有那么爱听 只是因为他每天都在放歌给我听 但他跟我讲说 他说如果你是在初中 或者是高中的时候听那一首歌 但你在长大以后 你再听那首歌 你会感觉所有空气里的味道 都好像会回到当年那个时候 是这样的 我才觉得说你在鬼扯吧 但是当我自己真的在听以前 我跟好朋友们一起听过的那些歌 真的感觉好像只要闭上眼睛 一下子就会又回到了过去 真的是音乐的魅力 真的是音乐的魅力 我们刚刚说过说有夏天的风 那其实夏天还有一个东西 如果它出来真的会让特别多的人喜欢 那就是六月的雨 哦 对 雨 没错 因为在我们那里啊 我们那里特别的热跟火炉一样 就是没办法 风已经没有办法解决你热的问题了 对 风都是热的 对 只有雨才能够解决人们 所以让我们来先听一下这首六月的雨 一起来听一下吧 送给大家 你把我捆在这里 你冷漠的表情 会让我伤心 六月的雨 这是无情的灵 伴随着点点滴滴 通缉我心里 哦 我不相信 你不是故意的 却为何把我 丢弃在风雨里 哦 我不忍心 也不想背叛你 唯有默默等你 灰心转移 我没有放弃 也不会离你而去 哪怕要分开 我依然等你 我全心全意 等你的消息 我爱你 总会有一天 你会相信我 我爱你 一场雨想念你 在我的心中 都不可比例 哦 耶 你走好 什么都已经消失在风雨里 你一场雨把我困在这里 你冷漠的表情 会让我感觉到你 说到六月的雨这首歌呢 其实我觉得你好像经常 就是去不同的国家 或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我不了解你会不会 你有听过这首歌吗 没有 今天是第一次 我还蛮期待想听一下 其实这首歌呢 我没有觉得它特别的好听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对它是有一种记忆的 因为以前 那是无价的 真的 是在初中的时候 跟好朋友一起 当时追剧 它是一部电视剧 叫《仙剑奇侠症》的主题 是当时 当时只是因为 所以它是根据游戏来改编 真的 当时是根据好朋友一起看 就觉得 好开心哦 那个时候 其实现在在回想 那部剧其实是很优质的 因为它就是那种 玄幻小说改编 西班的 真的 其实根本就是 很不现实的那种 但是只是因为当时 又处在那种十几次的年龄啊 就看着好酷 好炫 就是很符合那种 很fantasy的那些想法之类的 嗯 适合那个时候的年龄 跟心境 真的 提到六月的雨 你现在脑海里的 会是什么样子 哦 在我脑海里面 一提到六月份的雨 那就是 很日式的一个画面 就是两个穿着日本校服的学生 然后躲在屋檐下面 一男一女 什么雨啊 然后等那个雨 就是慢慢过去 然后两个人也不说话 就是一种很 可能也是跟我在台湾长大有关系 台湾里面很亲日的 他们很喜欢日本的文化啊 喜欢日本的女生说话的那种状态 也喜欢日本那些小东西 你看街头卖的 全部是日本那些女生的小东西 然后但是呢 确实有一种 怎么说呢 日本确实有一种独特的味道 对 不可否认 对 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觉得你内心还是 不知道会怎么说感觉 看起来特别的好像很端庄啊 就是很serious 可能你是 其实 内心其实还蛮多那些小可爱的东西 啊 是 但是我 我还是 你看我家里面 其实还是蛮homey的 就是很 色调还是蛮温暖的 这样子 对对对 因为 小女生嘛 小女生嘛 其实我们都会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每天听到这首歌 都会想到 当时跟我们在一起的那个 就是跟我们在一起的小伙伴嘛 是有谁 在你身边 太多了 但是我们最后一首歌 跟大家介绍的哪些 这首歌我们在我们的台 有经常放给大家听 也是很多人都很喜欢 也就是范伟奇的 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好姐妹之歌 真的 所以来先听一下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 我们有什么跟好姐妹难忘的故事 对 送给所有的好姐妹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 我们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 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 遇见一个人 然后生命全改变 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相信 朋友毕竟人还死心塌地 就算我忙恋爱 把你冷冻结冰 你也不会恨我 只是骂我几句 如果不是你 我不会确定 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 我的旋外指引 我的有口无心 我离不开大灵 我离不开大灵 离不开你 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 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 遇见一个人 然后生命全改变 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 如果不是你 刚刚我们说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你觉得你自己是像夏天还是像秋天 你要看跟谁放在一起 跟谁 这句话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你跟A在一起 可能你会像夏天 跟B朋友在一起 看你会像冬天 冬天 开玩笑开玩笑 不过说真的 你觉得你想一下 你跟你最好的好朋友分心 你觉得你比较像夏天还是秋天 我最好的朋友很巧的是 他也是双子座 真的吗 他现在在国内 是国内还蛮有名的一个二胡老师 然后我跟他在一起的话 应该是我像夏天比较多 他比较成熟老练 然后比较 比较内敛一些 但是我又觉得这么说是高抬他了 因为他私下 他其实真的是一个还蛮小孩子 蛮幼稚的人 有些时候 就是他可能 所以可能像春天更多一样 对 就是有些时候反而是我去包容他 但是呢 作为最好的朋友 就是你已经不存在说那种包不包容了 两个人就是 已经到了 不用言语 一个眼神就懂了 真的有时候吵架就是 气一下 然后气一下 就一会儿就好 反而可能吵过之后 两人感情更好都说不定了 真的 最后就想到我跟我好朋友一起 我们两天在读大学的时候 他就是性格很像秋天的那种 但我就比较像夏天一点 然后呢 有的时候 就是他特别的懒 他就不爱倒垃圾 可是有一天呢 是因为我男朋友进到我房间 想说 你们屋子里面就是 有味道 真的太臭了 就被男朋友讲会觉得特别尴尬 很尴尬啊 对啊 超糗的 我说你去把垃圾倒掉 因为我讲话的态度不太好 他就有点不开心 他就自己在卷头发又没打理 我说哦知道了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快点把垃圾去倒掉 然后他又跟我讲说 知道了 然后但是又没有去倒 然后他就很生气 我很生气 我就自己把垃圾给倒 然后就没有理他 要是我就会过去把他 淘汰揪起来 倒垃圾 我不敢 我怕真的就打起来就变得很混乱 不会了 然后呢 那真的还蛮搞笑 就是因为我也是那种很生气 生气会气很久的人 因为我一般不会生气 但我生气会气很久 因为我想说我喊他两次他都不打理我 后来我就自己去上课 我一个人背书包走 我就没有等他 因为每天我们都一起上课 一起吃饭 然后后来他就找我 因为我发现我的笔记本有没有在 但是他拿了我的笔记本 他也有点生气 但是他就也不想理我 我会把笔记本帮我做成一放 然后他就走人 但是他其实上次他倒是想跟我讲话的 对对对 可是他也知道自己 人家都跟在一起 对然后后来觉得蛮搞笑 就是我想说你不打理我 我不想打理你 然后后来他忍不住来找我 他就说他很委屈地跟我讲说 就是一个垃圾而已 你就要吸我气这么讲 其实我们白羊座 他是白羊座吗 是 你看很巧 我们白羊座是这样的 生气是一时的马上就过去 所以我们可以是很互补的 那种朋友的那种性格类型 真的 相续来都觉得好开心 其实每次一想到 哎 就是 想到朋友这个 真的是无数 简单的美好 真的是简单的美好 嗯 那不过话说到这里呢 我们本期的环球音乐梦想 就要到这里结束了 嗯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也非常感谢莉莉的到来 真的觉得很开心 谢谢 祝大家夏天快乐 好 那期待下一次与你的见面 大家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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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